今天是首届进口博览会的第五天 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正在进博会 公安指挥中心记者谢丹青 谢丹青你好 早上好 谢丹青 你好 主持人 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客流情况 好的 那么我现在是在进口博览会 现场安保指挥中心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段 已经开始逐步进入到一个早高峰入场的 这样一个时间段了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实时在管理现在有大概有多少人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四叶草的热力分布图 我们可以看到实时在管总人数 这个数字是不断在往上跳的 目前大概是3600多人了 那么因为跳得非常快 说明这个高峰已经逐渐开始显现了 那么从整个场馆的这个人流分布来看 目前还是一个屏风状态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四叶草 还是处于一个蓝色的热力分布的情况 还没有出现黄色橙色 或者是红色的这样一个点位 应该说整个场馆内部的人流还是比较平稳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交通情况 应该说总体还是非常的有序 那个我们刚刚说到了二号线 是我们这次的离场馆最近的线路 自然也是人流比较高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徐京东的车站的站厅内 人流是比较密集 但是大家还是有序的再往外出站 流动的还是比较快的 那么站厅内的这个隔离分流措施呢 目前已经实施了 应该说是将比较多的客流 是引导到八号口来出站 为什么要引导到八号口出站呢 大家可以看我下方的这个屏幕啊 在地铁的这个二号线徐京东站八号口的出站之后的 对面就已经准备了一排短泊车 这排短泊车呢 是能够将参观者直接驳到北登陆厅来进行一个入场 因为北登陆厅的相对来讲 目前的这个入场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平稳 也是人比较少的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参观者能够听取我们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啊 通过一个绕行的方式通过北登陆厅来进入场馆 虽然说是一个绕行 但是其实你入场的时间呢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同时我们刚刚也说到啊 就是十七号线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由于二号线呢本身的这个客流就比较高 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避开二号线的拥挤路段 通过各个条线路 比如说十号线换乘到这个十七号线 然后通过十七号线的珠光路站进入国展中心 大家也可以看到目前十七号线的这个出入口的人流 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稳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左这边的这个屏幕 就是一个北登陆厅的情况 现在还没有排队 所以呢一方面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绕行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取 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同时呢根据您的参观券上的时间段来入场 避开一个高峰 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谢丹青的介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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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